歡迎收看當仁當明報8月21日530 道遊站內的自動洗車系統洗車是方便 但卻有車身被打凹的風險 斯嘉寶一對夫婦聲稱因為抹洗機器故障 令自己的四驅車受傷,要花$2973收禮 混過華男子吃外賣魚生飯吃到一半 竟然發現一隻絲身完整的死老鼠 男人作嘔之餘,不忘拍張照,還向餐館索償5,000 你是餐館老闆,你又肯不肯比? 別說530不提醒你,張照真多噁心 在吃飯的話,神入 當仁當時華豹塌外賣的危機 原來牙牙嬌了6年,突顯屎虎做事媽媽呼呼 原來他們曾指建築物不安全 業主交了一份工程師報告說已經整修好 檢查員都沒有實地跟進,就當沒事 加著士加堡一名車主 開車去加油站的自動洗車系統時 聲稱洗車機器故障打砸車身 要自行支付3,000元修理費 加油站認為洗車機沒有問題,拒絕賠款 普拉格6月1日開車到區內一個 ESO加油站內的洗車機洗車 當車駛入洗車機器通道後 機器突然停止,當它駛出隧道後 發現2022年出廠的本田PILOT四驅車 右前邊輪胎上的車身凹凸了 他說洗車系統的軟部機器故障 擊中四驅車右邊的車身凹凸了一大片 他把四驅車開到車房打架修理 費用要2,973元 他說事件發生後已即時通知洗車機的經理 但是經理在查閱錄像視頻後 說未能看清楚事件發生經過 普拉格說 由於無法取得那段洗車機視頻 加上自己並沒有行車記錄儀 無法提供證據下投訴就此終結 事件曝光後 這個加油站的洗車機已經在入口將貼出 暫停終極洗車服務 據Circle機便利店在網上貼出的洗車服務條款 當中包括免責聲明 指明在洗車期間 若有任何人生或財物損失 由車主自行負責 當中爆破車輛 加拿大保險局說 洗車機造成損失 若保單內 爆破洗車責任賠款條款 可以索取收利費 但是若保險公司發現 是因為車主造成車輛損壞 保險公司可以要求車主退還賠款 普拉格現在決定向保險公司索賠 但就要支付一千元的佔底費 黎王家音樂學院學習音樂 為所有年齡同程度的孩子 開始的課程於9月開始 由初級到進階 請瀏覽rcmusic.com slash明炮 多人多舌唐人街燈打市 世界606至610號果座危樓 原來過去6年都處於危險狀態 沒人理 最近因為它塌外牆 才被人知道 過去這麼多年 經過路過住國的人 能夠平安無事 真還得神浪 過去6年 這棟建築物多次被投訴 而市府 也曾多次認定建築物不安全 市府向業主發出整修令 業主說整修好 市府就信了 沒有再實地檢查 就解除整修令 這座樓底層有美容院 非法舖和便利店 二樓是住宅 其中一名女業主說自己太忙 拒絕評論事件 而另一個業主也未有回應 多人多及東約克社區保育小組主席 溫恩在過去6年多次打3112線 質疑這棟建築物的結構安全 最近一次就在今年1月 他告訴市府 建築物的屋頂嚴重惡化 多處出現彎曲 在暴風雨期間 更有啞片和釘從建築物上跌下來 市府回覆他 說總結調查未發現任何缺陷 市府媒體關係經理拉貝克表示 市府在2014年第一次向樓宇的業主發出整修令 4年後 市府檢查員檢查了燈打市世界610號的建築物 發現它處於不安全的狀態 606至608號向南的外牆就部分脫落 可能危及建築物的結構完整性和安全性 業主採取行動 呈交了一份專業工程師報告 說外部的專家已經被移取 安裝了新的覆塵 外牆結構穩固 於是案件於2019年2月結案 市府發言人丁氏莫爾表示 結案後 建築檢查員是不需要進行後續的檢查 如果市府人員對交地稅都是這樣就好 只要你說交了 他就當真不追你 那你說多好呢? 先來的溫馨提示 如果你正在吃東西 最好先不要看這條片 先聽完整件事 吃完東西再看 這條片我們已經盡量遮蓋過度噁心的鏡頭了 這條片的內容雖然會令人不舒服 不過值五千元的 因為當事人曾經要求 如果他收到五千元 他就不會公開這件事 這件事是這樣 溫哥華有位男子 他姓名的音名叫金家關 他上個月29日 去到白老匯東間一間食肆 買了一份生魚塊外賣 帶去辦公室裏面吃 吃到一半 他見碗裏面有一塊好像生菜那樣的東西 他想將它分開成一塊塊 但是分離分去都分不到 他東張西望再看真點 見到有條尾 原來是隻死老鼠 還是那種有頭有尾 有手有腳的整隻死老鼠 他立即覺得反映 他被同事看過後 確定自己沒有眼花 於是他就回到那間食肆 向工作人員展示那碗飯 其中一個女職員 見到碗裏面那隻老鼠的時候 嚇到尖叫 職員立即打電話給經理 還給另一碗生魚飯給金家關 金家關最後聯絡了餐館的老闆 老闆願意給500元賠償 老闆還說 在這次事件裏面 顧客和餐館都是受害人 金家關就向餐館老闆說 如果要他不公開說這件事 給500元不夠 要給就要給5000元 聽到要5000元這個數 就難免令老闆覺得整件事可能是真 但也可能有人偽造出來直尺敲詐 老闆這樣說 令金家關非常之不開心 因為他覺得餐廳老闆感激不信他 他覺得自己得不到公平對待 最終他一個先都沒有要 決定將事情公開 他在Google評論區上發布了老鼠的照片 餐廳管理層知道後 立即要求他把評論刪掉 又說他是抵衛餐廳 餐廳老闆說 對於為什麼飯裡會出現死老鼠 他都拋頭 因為那些食材是用密封包裝的形式送過來的 送到之後就製作到雪櫃的安全容器裡 而米飯就是放在有蓋的電飯煲裡 用來製作魚生飯的食物 就是保存在櫃檯後面的冷藏容器裡 職員及顧客都看得到 負責監控市內餐廳清潔的 溫哥華海岸衛生局最近的檢查報告顯示 今年3月涉事的這間食肆 是沒有發現過鼠患蟲害的問題 一個衛生檢查院在7月31日 即是老鼠事件發生之後的兩天 亦曾經再去過這間食肆檢查過 但因為投訴是沒有辦法核實 不過檢查員就注意到 在油脂收集槽和儲物架後面的地板上 可以見到有少量老鼠屎 記得到第一廣場或萬錦廣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香港起地鐵時因為地少人多 經常要徵地拆遷 加拿大地方大 照計很少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但很少就不等於沒有 多人多市Riverdale社區的25個物業 就是因為修建新安大樂地鐵線的PAPE Station 而要被都市聯通證用 被人收屋 沒有人會高興 但令他們非常生氣的是 政府之前勢神批軟保證他們不受影響 就連他們主動提出臨時的遷移方案 亦被政府否決 正用這25個物業並不是因為要拆掉它 業主聽到都市聯通有人說 工程完結後都市聯通會將這25家屋維修 然後轉賣出去 工作人員在最近的吹風會上告訴業主 到時如果你們想賣回自己的舊屋 房價會更高 因為地價肯定會上漲 事實上都市聯通在這件事上 沒有說過被徵用的25家物業 將來會不會被轉賣出去 有居民說工作人員表示 不會安排受影響的居民 臨時搬到其他地方住 所有居民必須在明年11月1日前搬出 華人Pakki Lung就是其中一個受影響的居民 他說自己在Riverdale社區長大 在這間屋也住了14年 也在家裡經營自己的事業 一朝要他搬走 令他好心痛 許多居民指責都市聯通出意反意 後者表示在對當地土壤的狀況 和隧道可能產生的影響 有了進一步了解後 就發現這25個物業的結構很容易受影響 例如地基、牆壁和門框可能會出現裂縫 收購這些物業是出於高度謹慎的考慮 也是為了確保社區和居民的安全 業主將會根據認可的第三方評估司的股價 獲得公平的補償 對於這個解釋 受影響的居民就不是好敗了 他們說都市聯通 和居民的溝通既不明確 亦都不夠尊重 如果電業遮入起現場應業時間 並舉行下日傾銷大行動 大量優質和全新的開箱電器 低字錄折起 授員即指電話416-754-360 詐騙、偷窺、性侵犯 和未經同意拍攝私密照片 同案的另一個24歲女子 是來自賓斯省的多爾伊 她已經被捕 她除了面臨兩項詐騙罪 和兩項持有超過5000元犯罪所得的財產之外 還有性侵犯、偷窺 和未經同意拍攝私密照片的指控 在警方的公布中 警方沒有提及到受害人的性別 所以不知受害人是男還是女 警方指受害人是多倫多士居民 她在網站分類廣告上 認識了這兩個女子後 相約在登打士西街及大學道的地區見面 三個人見面後 兩個女子被受害人認識了一粒藥丸 但當時這兩個女子都沒有透露 那些是甚麼藥丸 受害人吞服藥丸後就失去知覺 而這兩個女子就盜取了受害人的銀行卡和信用卡 用來買了二萬多元 又偷走受害人身上的貴重財物 而另一宗亦是手法奇怪的罪案 是發生於星期一、19日 在傾探說發生的一宗向文宅開槍事件中 根據監控視頻顯示 涉案的其中一個匪徒 似乎是用手機拍下整個開槍的過程 你真是不知道那些匪徒現在是否想全程直播來騙流量 還是他們要向幕後老闆交代 證明自己做了事 有一區警方今天發布的監控視頻顯示 三個匪徒在這個月的19日凌晨3時35分 開著一部黑色的四驅車去到現場的一間文宅 車上有兩個人落車走向一間住宅 其中一個持槍匪徒就向這個住宅開了很多槍 而另一個匪徒就拿著手機拍下整個過程 警方認為匪徒是鎖定目標犯案的 事發的時候住宅裡有人 幸好沒有人受傷 警方接報到場之後發現現場有多個彈殼 匪徒發視的時候都是穿著蓮帽外套或毛衫 其中一個人專門穿著帶有反光材料的褲和深色的鞋 第三個匪徒當時就留在四驅車裡等候接應 飲用清潔水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當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3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23度 但當多地區的普通無源汽油價格 明天保持不變 仍然是每公升157.9 讓我們先看看 一個退休男子被指在2020年 在她的Facebook私人帳號裡發表 真是認真想一下 怎樣殺死林鄭的言論 其中包括了使用美男雞 因而被恐一項煽惑他人有意圖 而導致有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 案件今天在區域法院開審 被告否認控罪 並且在警戒下 承認因不滿意特首林鄭處理疫情和反修例事件 於是發布涉案的貼文和相關的留言 但她強調她的出發點 是相信香港有言論自由和開玩笑 不認為有人會就貼文有實際的行動 審訊期間 法官陳廣池一度關注 被告警戒公辭嚴格離計這是一個謀殺 詢問控方為何不控告被告煽惑他人謀殺 控方說他們曾經考慮過以相關罪行提告 但最終決定維持原來的控罪 現年63歲的被告判德樹 報稱退休人士被控在或大約在2020年2月4日 在香港非法煽惑其他不知名人士 非法及惡異地導致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身體受嚴重傷害 控方在開案陳詞時說 被告在2020年2月4日在她Facebook帳戶發布一則貼文 標題是 真是認真想想怎樣殺死林鄭 這個貼文引來18個朋友及被告作出43個回覆 及有16個朋友稱讚好、勁正等心情回應 其中被告亦作出14次留言及回覆 包括收買她身邊的人、收買波叔約出來見面 波叔可能都想她屎 還有現在起碼都要用槍炮 幫手籌一支曲尺、一支來福各50飛士彈等 4月20日警方接到報案於是展開調查 7日後上門拘捕被告及檢取相關電腦、手提電話等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巴黎奧運的港隊代表團巴士巡遊 最後一站去到天馬公園 不少市民冒著雨等待 她就成功集遊 何思培 我跟她合照 何思培 還有 很開心 不斷地拍 後面還有這個 還有 這個 多開心 剛才想不到 我排在欄杆的第一行 他們輪著過來 跟我們送花、握手 何思培 剛才遇到何思培 她送了這朵花給我 很開心 今天就算下大宇 我也超值 這位何思培的小粉絲 就親手做了應握牌 我有做了一個牌 然後帶了衣服 我的游泳帽子 給她簽 我想長大後 好像她一樣 現在我要做自己的本分 學完 練好游泳 然後可能帶那些 就和她一樣 巴士巡遊 就途經大圍 尖沙咀和中環 這位媽媽 就希望小朋友 以運動員為榜樣 因為其實運動員 他們真的付出了 很大的努力 很刻苦 都給他們一個榜樣 給小朋友知道 做事 希望他們可以堅持 不要那麼容易放棄 可以這麼近距離 不只是電視機 或者看他們比賽 可以這麼近距離 跟他們分手 支持他們 有人就專程由元朗入大圍 希望親身多謝運動員 純粹是希望表達一個心意 特別是有幾位香港運動員 我想令到很多香港人感動 包括小女車神李詩榮 她當時在電視機很自責 我想無需自責 何師傅特別分享 她說她是土生土長 你所當然為香港付出 我感覺到她是出自真心 多謝她 多謝她 愛香港 多謝她 我們正職是特務 她是女團 她是女團 為何有女團 就是因為我們要接近 我們的目標 就是傑哥 和Maggie 和Yumi 所以透過女團 這件事就接近Yumi 所以我們女團的氣氛 幸好有Yumi撐住 即是你們和Yumi一起做一個女團 對 你有沒有一些距離 你說在技術上 就是唱歌、跳舞 形象 年紀上 年紀上 我們說明是姐姐做女團 對 對 那你需要穿什麼衣服嗎 做女團 我們有女團服 女團服那麼吸引 對 很性感 不是 因為我們都要跳舞 和唱歌 所以現在看到的女團差不多 每一套 一色一樣 但又不會太性感 今天不穿出來的 我是這套劇最保守的一個 最保守 為什麼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秋天冬天衣 因為我講的角色是比較藏起來 還有可能會隱形一點 就是會好像沒有什麼存在感 那你需要穿校服嗎 我很憤奪是要的 你有沒有要自然減肥嗎 校服又不會太性感的 都正常 正常短裙 不需要減肥嗎 不用 她的形象 密實你的形象 我的形象 大部分 都是短裙短褲 你穿短裙短褲 對 因為她的角色是很有自信的 還有有少許串嘴 配合她的形象 但是有很多複裙短裙 除了跳舞我們都要打 複裙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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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長 做大家的對服 嗯 是的 那你需要有性感演出嗎 性感演出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沒有那麼好看嗎 好像沒有性感演出 沒有性感演出 只有你一個性感而已 是的 你就是性感擔當 是的 你就是Cosplay擔當 是的 你被人打得怎麼樣 我第二集就被馬冠東弄傷了屁股 真的弄傷了 是的 因為我在這套劇裡面有一個 叫做東九龍美團 東九龍美團 是的 團 是的 他不是外賣平台 是團 東九龍美團 是的 警隊裡面經常叫我這個代號 然後第二集跟阿東打架 他打我 然後我就撲傷了 一下子就傷了屁股 即是真的 真的弄傷了 不是 Cashing Cashing 那你的真是有沒有弄傷到 全幾天我們打激烈一點一次 但是沒有弄傷的 沒有弄傷的 我有點拉傷 但是只是因為我 只是因為我平時沒有做愛 很倫俊 黃金三十二絲 是的 黃金三十二絲 黃金三十二絲 他的代號 黃金三十二絲 黃金三十二絲 是說可能有些人 我之前是在一間整電話店的店 在類似黃金三十二絲 黃金三十二絲 他的店名叫三十二絲 所以人們就會這樣喊我 就會受到不同同事的眼光 黃金三十二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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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